是腦神经细胞中的最小细胞 具有吞噬功能 而当此功能失效时 折代谢就会失常 养分无法分解再利用 纳脑就会萎缩 而这就是阿兹海默症的征兆 这是一个证案的研究 那这个个案 它用1962来做它的代称 那此个案是从2018年开始追踪 所以作品名称就叫做 微胶细胞弥宗1962-2018 我有家族遗传史 所以由此就开启了 我对阿兹海默症的关注 我想进一步知道 脑细胞病变 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 还有记忆 这次作品很荣幸得到 台中中山医学大学 西云龙医师的专业的协助 因此我取得此个案的 EEG 还有核磁共振影像 那为什么是这两种 因为它是协助医师 诊断阿兹海默症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藉由核磁共振影像 可以看到脑萎缩的过程 而藉由EEG可以去知道脑的活动力 而这两者就构成我作品的重要元素 我藉由这个作品去思考 就是说我以主观的感受 去提出我对生命的想法 我就会想说 那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我想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去呈现 所以我就想建构一个 专属于此个案的脑内空间 那既然是专属 那这个空间一定要跟 这个个案有很深的连接 所以我就从空间与时间来建构它 那怎样建构这个空间呢 我要做的就是跨领域 那什么是跨领域 就是结合两者以上的 不同的学科 而成为一个新的东西 简单的说 其实就是A加V等于Z 而要成就这个Z 就必须要经过转化与再现 那所谓的转化 就是医学与艺术之间的桥梁 也就是我使用的软体 首先就将它的MRI数据 输入到软体 所以就会呈现这个 大家所看到的空间 你会看到它会经过各种不同的空间 它是依序从顶业脑 后额业脑 显业脑到诊业脑到小脑 所构成的病变的踪击 现在看到的这些形状 其实是从EEG 以它为基础 由此建构而成的 而这就构成了这一个 属于它的病变的踪击 所以会看到整个过程 从三软起伏到开始变平缓 在最后静止不动 这个就是我想要阐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历程 而这个历程以医学的角度 它是一个医学仪器检测下脑波数值 从正常到低平均值的 可是对我一个创作者来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从心到衰 所以我想把这些 这些想法 还有我对生命的想法 呈现在作品上面 所以刚刚就是说 我们也提到 为什么医学跟艺术不一样 因为我已经把它的数据 把MRI以及EEG的数据 都输入到软体里面 然后我再去转化 然后再去编程这个故事性 这些就是我想要去表达 我对生命的一个看法 而这个看法 也许对大家来讲 也许你会感同身受 也许不一定 但是至少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式 让大家了解 在医学之外 艺术它是如何的呈现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是用一种后摄的创作方法 什么是后摄 就是我在阿兹海默症 和数据的基础上 我用我的作品 去诠释这个病症 并去感受这个生命的意义 那假设因为我今天的解说了 让大家对这个有更多的想象 还有更多的兴趣的话 那我觉得这作品 就达到了它的功效 收 indo by broth3rmax 拜拜